今天晚上呢 我们有我们的英文主的牧师 Basr Peter 在门当中来正道 今天我相信 神的恩典都要领导每一位弟兄姐妹 现场的侍奉团队 他们愿意比大家都走一点路 来到聚会帮忙这个聚会 好吧 我们到荣耀归给神 欢迎Basr Peter Amen Amen Avery good evening to each one of you 今天很高兴在每个人当中 Yewon for those who are at home who are also joining the service 那些在家中的 你也一起参与这个聚会 Some of you have not seen you for almost seven months 有一些人我很久没有看到你 大概七个月没有看到你们 You know why 你知道为什么 但是神永远是好的神 神是好的神 我们相信神都照顾我们每个家人 我们每个的家庭 神的恩典永远是丰盛的 让我们闭上眼睛来做一个祷告 感谢我们的神 天父在今天晚上我们感谢祢 我们感谢祢的同在在每个人当中 虽然今天我们不能够回来的实体聚会 我们知道在这个逆境中 你仍然在我们的同在我们当中有你的同在 能够一起这样敬拜赞美你 能够来听你的话语 能够来领受你美好的话语 主啊我们何等感谢祢爱祢 在辛苦当中 但是祢恩典也绝对够我们用 是祢恩典帮助我们能够安然度过 让我们能够得胜有余 我们相信祢 耶稣 我们相信祢就是给我们盼望的神 我们继续等候祢期望的工作 主啊赐福今天晚上的聚会 赐福每一个来听祢话语的人 主啊祢赐福每一个人 借着祢宝贵的话语 来服侍每一个人 用你特别的方法 我们感谢祢 奉耶稣的名祷告 今天晚上要跟你们分享的 就是神已经预备了这个恩典给你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恩典 在整本的新耶的圣经 你看到保罗写的书信 所有的这些的经文 就是他开始做使徒工作 他说是因为神的恩典开始 还有神的这个平安 所以保罗经历了非常丰富神的恩典 所以为什么呢 他可以传讲关于这个恩典 神的恩典呢 倾倒在我们的生命 当主耶稣我们的神 他在石架上为我们牺牲 为我们每一个人 借着他的血 所以我们不会在立法里面活着 但是我们活在新的约的恩典里 今天晚上我们要看一些的经文 我们来明白到底什么恩典 是已经预备给我们的 到底神已经安排 或者预备了什么恩典给了我们 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 二十四二十五节 它说 being justified freely by his grace through the redemption that is in Jesus Christ whom God set forth has a propitation by his blood through faith to demonstrate his righteousness because in his forbearance God has passed over the sins that were previously committed 好 我们一起读华文的 如今欠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现实 所犯的罪 所以这经文给我们看到 恩典来到是借着耶稣救赎的工作 就是他在石架上 为我们牺牲的一切 他为我们流的血 他为我们流血 不是没有作用的 他为我们流血 使到恩典来到我们 以致他可以除去我们的罪 他可以把公义放在我们的生命 所以这是最大的 最有能力的恩典 在我们的生命 所以是保罗不断重复讲到恩典 因为能够带来完全的释放 能够叫我们得自由 从所有的罪的一切的空空之灭 以致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活出公义的生命 那我们来看西班牙书4章16节 你看这16节 我们现场的弟兄们 还是线上可以一起来读 所以我们只管坦而无忌的 来到私人的宝座前 我要得连续 蒙恩会做随时的帮助 所以西班牙书的作者告诉我们 可以坦然无忌来到神的十恩宝座前 所以我们不需要好像隐藏 躲避着神的宝座 神让我们可以进入祂的同在里 因为祂实际上所成就的一切 所以我们都配得能够在神的宝座前 不是因为我们是谁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好事 我们无法靠自己赚到 但是神倾倒给我们 借着十字架上的工作 所以非常的奇妙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就是很爱我们 如果祂不爱我们 祂不会为我们上十字架 如果神不爱我们 祂也不会差派祂的儿子 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不是那位 好像来定我们的罪 审判我们的神 但是神愿意来给我们生命 而且是丰盛的生命 我们侍奉是为好的神 我们现在可能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做的 我们要欢喜快乐 我们眼睛所看的一切问题 早在以前钉在十字架上了 耶稣已经为我们在以前得胜了 我们不过在等候着神 我们进入那恩典的宝座前 以致我们可以得到连续 还有神的恩惠 所以教会呢 不要转离神的宝座 所以不要每一天 就是每一天 让祂同在 不要转离 因为恩典里面带来这个生命的平衡 因为恩典里面带来怜悯 咱们耶稣 这个恩典的原则是什么 使我们可以一直的跟随祂 因为我们的生命有这个恩典 我们永远可以知情 在我们基督徒的每一方面 是神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不断地刚强成长 神给我们这个能力 就是 祂白白给我们 不是你靠自己努力赚起的 所以你不需要好像很努力 来得到这个恩典 你不需要好像很努力 要成为完美的那个人 因为借着十字架 我们已经得以完全 所以这就是关于恩典 所以到底恩典从哪里来 什么使到恩典能够来到 为什么神要从一开始就给这个恩典呢 因为祂给我们的大爱 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不是偶然的 是祂所造的 我们原本是被定罪的 但是祂差派耶稣 祂的儿子为我们钉死 这就是祂为我们付的代价 让我们可以得自由 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些的定罪 所以今天每一个人 我们都将有一天 在神的永恒的坚果 不会到可怕的地受苦 祂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夺回来 祂把我们从恶者的手中给夺回来 祂用祂自己来救赎我们 卖赎我们 注意听 没有祂的爱就没有这个恩典 所以是祂的爱带来这个恩典 祂是多么的爱每一个人 祂知道我们正面对的 这些的经历和痛苦 可能在家庭当中 可能在你的家人当中 在工作方面 你所住的区域 在你所住的国家 包括我们在这个全球当中的问题 但是祂来到这世界 祂与我们一样活在这世界 所以祂绝对知道 我们面临的这些软弱 所以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上十字架 好使我们能够成为得胜者 好使祂能够给我们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也能够成为得胜友谊的人 这就是神的恩典 祂没有给我们任何不好的一切 所以在祂恩典里面 我们没有缺乏 恩典会带来生命的丰盛 我们再来看其他一些经文 关于恩典 那些在家中聚会的 做的专注 你要听听 不要让你的孩子 或者种种的一些问题 来搅扰你聚会 用一些时间专注聚会 所以让你看着电话 或者看着电视机 专心聚会 就是捉住或者领受这个信息 让我们看以佛所书 第二章的第四到第七节 到底恩典是什么 这边告诉我们 讲到你 我们来读中文的华语的 来一起得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联名 因祂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夫恩 祂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 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祂集丰富的恩典 就是祂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施的恩池 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这就是神的恩典 所以神是丰富的 这个恩典的神 所以祂才可以把恩典 倾倒给我们 神是这么丰富的大爱的神 所以祂把爱可以倾倒给我们 第五节讲到 虽然我们死在过犯中 但是因为耶稣实在是这样 我们可以活过来 不只让我们活过来 注意听 祂还跟我们一同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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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一同跟祂坐在天上 所以我们的恩典不在这地上罢了 我们在这个地位不是在定罪里 我们不在这恐惧里 我们不在这忧虑里面 我们不在这些的愁烦里面 但是我们所处的地方 就是与耶稣在天上 他的这个恩赐是如此的多 给我们的 在这经文没有讲到 神是那位定你的罪的时候 这经文没有讲到说 神要来定人的罪 神是那位爱的神 神是那位怜悯的神 神是那位慈爱的神 神是那位何等良善的神 在家里和在现场说阿们 天生节后书第二章十六十七节讲到 Amen Now may our Lord Jesus Christ himself Our God and Father Who has loved us And given us everlasting consolation Wow I love this Everlasting consolation And good hope of grace Comfort your hearts Establish you in every good work 阿们一起读 Tiaxia后书第二章十六十七节 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 和那爱我们 开恩将永远的安慰 并美好的盼望 赐给我们的父神 安慰你们的心 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 坚固你们 同样的这边提到 也就是告诉我们 他这样的爱我们 包括他那个永远的安慰 还有这美好的盼望 在这恩典里 为了什么呢 为了我们的心可以得安慰 让我们的心有平安 不要去怕 不是定罪 不是忧愁 他是给我们心中有平安 在恩典里面呢 他这样安慰我们的心 所以今天我们要出门 可以想到 要戴口罩 还要戴洗手液 还要注意人群 很多的事情我们要想 当然我们一定要做 遵守这些的规则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知道 就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 他会抗顾我们 他会带领我们 他会保护我们 我们做好该做的 神却超过我们所做的来 成就一切 不是说恩典 我们出门就不用戴口罩 随便便便 但是我们信靠神 我们相信我们有的这个恩典 所以今天我们知道 恩典让我们足够有余 神是他也建立起我们 神是他也建立起我们 这个恩典 什么是坚固呢 坚固 英文是讲建造 法语讲坚固 所以是每一方面 他可以建造我们 神是智慧 尤其在这个疫情当中 神给我们聪明智慧 要去哪里和不要去哪里 我们应该做什么 几时要去做 所以你要注意听神的声音的带领 神会跟你说话 因为我们身上有恩典 神恩典的意思是什么 我给你们分享 我们很快要结束 到底恩典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点 恩典就是神无限的恩宠 你不用自己努力得到 神白白给你的 神没有说你要做这个恩典才给你 不是这样的 你什么都没有做 但是这个恩典已经给了你 因为他关心了你 因为在石架上已经成就这一切 在与佛所说第二章八和九节说到 你们得救是本福恩 所以记得是神的恩我们被拯救 所以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被救赎 因为神爱我们 因为神爱世人 神只叫他独生子赐给我们 叫一些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这就是神的恩典 每一个人都有永生 借着耶稣实价的恩典 所以这边讲不是出自于自己 也就是不靠自己赚取 但是是神给我们的恩赐 神免费给你的 不是因为你做了多少 不是因为你做了很多的善事 你所做的好事不会带来这一切 但是耶稣实价工作带来这个恩典 所以为什么恩典就来到我们的生命 所以为什么我们生命有这样的一倍好的恩典 所以我们没有人可以自扩说 因为做了很多所以有这个恩典 所以神的恩典不是靠自己赚到的 是神的恩兆 恩兆 恩兆 是白白给我们的 我们侍奉很好的美好的神 如果看到世界不同不同所谓的神 你看到很多的人 他们必须好像什么都给那个神 一直好像牺牲自己 但是我们的神没有叫你要牺牲这一切 因为是祂先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 白白给了我们 白白给了我 我们所要的就是相信 你就是要接受耶稣在你的生命 当那一天你接受耶稣在你的生命 这个恩典就在你身上 哇 哇 Amen Hallelujah Glory to God Hallelujah Number two Number two 第二 Graise of God is about God's enabling power 神的恩典就是 神给我们的能力 We don't have the power 我们本来没有这个能力 But God has given you the power 但是神给我们这个能力 We to be enabled 就是让我们可以去做该做的事 能够去在任何情况里面可以安然度过 能够在祂里面成长 神给你能力可以读神的话 然后可以明白领受神的话 神让你有能力可以侍奉祂 神给你能力可以传福音 然后让你能够有能力来敬拜祂 神是有能力给你很好工作 在你的家人当中给你能力 然后教导你关于什么是爱 教你什么叫做合一 教导你怎样把家人能够聚集在一起 就算在这个多度的困难时期 他也教导你怎样训练儿女 神是教导你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神是教导我们如何唾弃我们这个旧人 所有那些老我不好的一切 然后教导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神的仆人 成为神的使你 借着神的话语 这就是神的能力 我们靠自己做不到的 我们需要神的能力 所以这使我们能够做到的能力 是借着恩典来到的 当耶稣还没有升天之前 我们知道门徒们他们无能 但是耶稣离开后 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 神的恩典是这么大的在他们身上 他们能够成就神的工作 他们可以写这么多圣经 所以保罗曾经讲过 我靠自己什么都做不到 但是神的恩典在我身上 使我凡事都能做 以弗所说第一章第五节说到 在第五第六节说到 因为是耶稣已经计划好的 他已经决定了 是他的恩典 我们成为他所喜爱的 我们成为他所喜爱的 荣耀归给他 兴奋吗 所以是神的恩典 我们就成为他所喜爱的 所以我们常常好像很挣扎 要不知道怎样跟他连结 在第七节讲到 我们借着爱者的血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这是一个的救赎 借着耶稣的血 过犯得以赦免借着他的血 这些来到 这边第七节讲到 是造他丰富的恩典 神的能力的恩典 使我们的生命被救赎 神的能力的恩典 使我们能够罪得赦免 是因为他丰富的恩典 第八节说 这恩典是神 用诸般的智慧聪明 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不可以说 我们没有这个智慧 因为神使你有这个智慧 有这个智慧 能够有证实出来的 使你生命能够谨慎 不会容易的 就因为有石头就甩了 容易跌倒 因为我们借着恩典得了能力 多一个的经文 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 和十九节 借着这恩典 第十八节讲到 他照你们心中的眼睛 就是你心中眼睛打开了 为什么要打开 那时我们这边讲到 知道他恩典何等有指望 所以神的恩典会打开我们的眼睛 能够指示你 让你知道你生命的呼召 所以这何等丰盛的荣耀的恩典 在你的身上 神知是超越我们的这一切 阿们 第十九节说 当我们相信他 这何等浩大的这个能力 这一切我们能够得着 是因为他大有能力的工作 是借着他大能的这个彰显 这些是借着神他的能力彰显 他也给我们这个能力 他没有让我们出来的撇弃我们 他没有让我们活在无助中 他会给我们这个能力 借着他的恩典 恩典不会带来定罪 恩典没有带来惩罚 恩典不是来定你的罪 但是给你生命 他会打开你的眼睛来明白这一点 好使我们真明白他的真理 好使我们能够明白 我们侍奉这位神到底是谁 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四节说到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因你们不在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所以保罗也说 这个罪不能再控制你 不能够再掌控你 因为我们不活在这个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所以恩典使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掌控 所以我们不再活在罪恶的生命 我们不再活在被罪或者定罪的一个生命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继续的犯罪 因为我们在这恩典里面 而且我们是有智慧的 能够显明出来的 罗马书第五章特别讲到 二十二十节讲到 他们请中文的 立法本是外天的 叫过犯显多 只是罪在哪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了 就如罪作王叫人使 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 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荣耀归给这位神 这边讲到当罪越来越多 但是恩典是超越这个罪更多 他可以让罪除去 因为罪带来死 但是恩典也带来公义 带来永生 借着主耶稣基督 你看到整个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神的恩典里面 我们有着公义的生命 我们有着永生的生命 我们有着丰盛的恩典 是神给了我们 借着主耶稣 祂的儿子给我们 我们得释放 我们不再被夹锁捆着 这个的锁链已经松开了 所以捆绑已经得自由了 罪恶已经被除去了 我们活在自由里面 我们活在自由里面 不要让魔鬼控告你 不要让魔鬼定你的罪 告诉魔鬼 你没有为我钉死十字架 但是耶稣为我钉死十字架 但是耶稣为我钉死十字架 你没有除去我的罪 但是耶稣为我除去的罪 你不能够再把罪给我 但是神来把罪给我出去了 祂已经让我得自由 今天我活在得胜 祂没主 神是好的神 这个恩典怎么能释放在我们生命呢 有两件很重要的事 有两个很重要 神答应我们的 第一个神的应许 希伯来书 第四章 第十六节 刚才读的 这个希伯来书 六章 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 讲到 我们是有神的恩惠 或者恩典的 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 祂说我们坦然无忌来 祂说你要坦然无忌来到神的宝座前 来到诗恩的宝座前 我们可以得连续 蒙恩惠 帮助着我们 不是帮助其他人 帮助你和我 当我们生命需要的时候 他们生命何等需要的时候 所以这个恩典 预备给我们了 何等美好的应许 所以我们只是每一天念你来到神的宝座前 告诉神 感谢神你的恩典 感谢神你怜悯我 感谢你的美好 感谢你的慈爱 谢谢你把这一切清到我身上 谢谢你让我得自由 我不再被捆绑了 我不再被捆绑了 我已经被你得释放了 你的恩典够我用 每天早晨 每天早晨你宣告 你的生命会完全改变 所以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 因为耶稣在我们的生命 因为他的恩典在我们生命 他的爱在我们生命 不是因为我们 不是因为这个疫情 或者新冠肺炎 到处都在讲新冠肺炎的事 每天新闻都在讲新冠肺炎的事 每一个新闻消息都在讲 对你来讲也是疫情的事 把这个疫情变为恩典 不要再看到这个新冠肺炎 但是看到神的恩典在这件事情上 因为神的恩典 也能超过所有的疾病 所以你告诉神 神让你恩典够我用 因为你使我有能力 因为你的恩典你保护我 也保护我每个家人 你的恩典倾倒在我所有的家人当中 我们领受你这样的应许 你的恩典在我们生命 所以我们需要这样来宣告 不要害怕或者忧虑说 我们有没有在教会的实体聚会 不用忧虑 不要忧虑 我们也可以在线上好好的敬拜 我们可以听见神的声音 我们可以听见神的话语 我们可以领受神的话语 没有什么可以拦住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语 魔鬼很喜欢做破坏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听到他的话语 我们仍然能得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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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说神凡事都能 一切都不可能的时候 神是能够的神 这世界都不可能的时候 全世界没有人可以对付这个新冠肺炎 但是神能够 神能够 神是好的神 神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绝对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 没有一个人可能在这世界不知道 全世界这些大有能力的领袖 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神知道 神仍然能够 来 说一个阿们 阿们 阿们 哈利亚 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 第八节 他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 各样的恩惠 他说多多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样善事 所以注意听 神的恩典让你在每一方面 都是充充足足不切法 绝对充足 不是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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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说什么 每一方面凡事 而且他说什么 你能够多行善事 他已经给了我们这些 他已经给我们能够做得到 我们所要做的是 就是愿意来到神的宝座的恩典前 然后告诉神 神啊 你的恩典够我用 你的恩典是丰盛的恩典 我一切都充足 神啊 我没有什么缺乏 因为你的恩典够我用 哇 哈利亚 阿们 你要对给神 你说的忧力 恐惧 惧怕 全部都会挪去 如果每一天你就宣告 神的恩典的时候 今天我们结束之前 要告诉大家 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 有什么意义呢 每一天你的生活 到底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个我们看到这边 记得恩典会给你有真正的平安 和真正的休息或者安息 什么叫做肯定 就是保障给你 这个恩典肯定会给你真正的平安 还有真正的安息 恩典也可以让你可以做得更多 又可以得胜有余 有人说 哎呀 在这个疫情当中 哎呀 不能做太多了 不是这样的 圣经没有这样讲 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做到 使我们可以得胜 在任何的情况和环境当中 这个恩典给你有力量 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 使我们每一天有刚强 在任何的情况 在任何环境情况 你就是要仰望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也让我们成为一个 甘心乐意的施给者 你愿意继续的给神 奉献给神 不再是因为教会 有没有在实体 或者有没有聚会 你就是愿意甘心乐意献给神 所以神的教会的存在 就是让你可以甘心乐意的施给 神的恩典也肯定给你保护 无论你到哪里去 因为你仍然要去工作 你还要去买东西 你还要去做重要的事情 对不对 当然我们出去的时候还是要戴口罩 不要像假作英雄这样 警察抓你就罚款 所以不要做一个假英雄 心中做英雄就好 不要外在 里面里面 里面的人要强壮 因为神的恩典 不要外在 所以相信神会保护我们 神的恩典也肯定地让你知道 你不再定罪 所以我们不需要赚起这个恩典 但是恩典就给了我们 借着祂的大爱 恩典使我们有能力做到 在每一个人生命 能够成为得胜者了 能够活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 不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 但是成为一个成功得胜的基督徒 神的恩典已经预备给了你和我 无论你人生的每一个步伐 在你人生的每一个的时刻 神的恩典就随着你 已经在你身上 所以保罗曾经这样宣告 保罗这么宣告 他宣告神的恩典 是怎样在他身上 所以我们也同样可以这样宣告 最后一个经理的讲道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集 15章十节哥林多前书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并且他所赐我的恩 不是突然的 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这缘不是我 乃是神的恩 与我同在 保罗说的 保罗说他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是蒙了神的恩 神给他这个恩 给他能力 神的无限的这样的一个恩宠 在他身上 他承认说他比人额外或格外的劳苦 勤劳 但是他说不是因为这些 他说不是因为这些我所做的 但是他承认说是神的恩在他身上 他很认定这一生是神的恩在他身上 所以保罗他很清楚 他是神 就是说他在监牢里面受苦的时候 他仍然可以写上神的书信 很多时候他也受苦在罗马人当中 但是是神的恩典 他被罗马人关进监牢 被罗马人变打 非常多的苦 但是因为神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 在他的身上 今天我们要结束聚会了 我们现在的处境 很多人很忧虑 我跟很多人沟通的时候 无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 很多人都非常的忧虑 很多人充满着恐惧 甚至国家我们的政治领袖也很恐惧 因为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更多的问题 每一个人都好像在等着 每一个人在注意明天的新闻又是什么 很怕明天是最严重的MCO 像昨天突然间讲 新山又变成红区 当我看那个人 我知道Pastor Sho called me one 当有这个红区 Pastor Sho told me 我会联络他 我坐在这个club house里面 知道牧师一定会联络我 所以很多人都会忧愁 所以你看到人的脸 就看到他们很忧愁 很多人不知道未来如何 对不对 他们真不知道将来会如何 教会 我们是神的百姓 我们是神的子民 我们不要失去这样的盼望 我们不要惧怕 我们不要从一个没有方向的人 因为我们被造不是这样 我们要继续的前进 我们需要这个神的恩典 每一天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宝座前 所以现在这个时刻 更是神 我们要请求神 神让你使我有这个能力 给我这个能力 让我能够成为 能够继续成为家人的榜样 让我可以跟我的家人 讲出美好的话 然后把他们带出他们的恐惧 把他们带离所有的忧愁 所以主啊 让我可以更加传讲你的话 把盼望带给人 所以教会当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事 我们不再是一个恐惧的人 我们不再是那每天在等明天新闻如何 我们不再是有缺乏的人 我们每天晚上可以安然露睡 我们不是那个不能够入睡的人 有一个很简单的事 我们想一下从三月份到现在 其实神给我们这个机会 来告诉我们身边的人 跟人分享 包括那些 他的父亲在新加坡工作 没有办法回来的人 没有办法回来 所以儿女都在这个青山 那些孩子多渴望看到爸爸 对不对 所以是个过度困难期 这些孩子们不明白 所以让我们成为榜样 把这个美好的话 盼望的话 可以分享给有需要的人 因为神给我们有恩典 因为神已经给了你你所需要的 你可以把你有的这个恩典 分享给更多人 把盼望给更多的人 把鼓励给更多的人 让他们能够有 向他们微笑 把欢笑带给人 神已经给你这个能力 神可以让你把爱和喜乐带给人 所以我们紧紧抓住神的恩典 因为祂使我们能够成就这一切 神的能力使我们可以做成这一切 让我们每一天来到神面前 刚才讲的西班牙书四章十六集 记得这个经文 来到神的宝座前 在诗恩的宝座前 你可以坦然无忌来 不需要害羞 不要再看到你的缺点 但是你就勇敢来到神的面前 然后告诉神 祢的恩典在我身上 主啊 因为祢的恩典 祢的恩典在我身上 谢谢祢的恩典怜悯在我身上 谢谢祢的慈爱在我身上 祢的良善在我身上 在我的家人 在我所亲爱的人 神啊 感谢祢的爱充满我们 主啊 在我生命里面应行 祢的恩典 祢能够这样地走下去 是得胜的 所有惊怕都要除去 所有我心里的忧力都要拿掉 神啊 祢会保护我 还有我全家人 因为祢的恩典在我身上 我们必须今天来祷告 好 把我们继续这样地来祷告 包括献上的朋友弟兄姐妹 天佛 今天晚上我们要感谢祢 因为祢把这样的一个恩典给了我们 今天晚上我们明白了祢的恩典 我们感谢祢在我们生命所成就的这一切 我们知道恩典从祢来 祢为预备了这美好的恩典 以致我们能够去成就该做的每一件事 谢谢祢给我们这个能力 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一个得胜 祢的恩典除去我们所有的惊慌 祢的恩典除去我们所有的惊慌 每一天我们要来到祢神保着的钱 因为每一天祢的恩典都预备给我们 神啊 谢谢祢帮助我们 祢使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 谢谢祢使我们这个能力 能够来分享祢美好的爱和恩典给更多的人 那些活在恐惧忧虑的人 我们可以跟他们分享 我们可以把更美好盼望带给这些需要的人 祢使用人的保险 祢使用我们每个人得自由 我们宣告每一个人救恩领导祢 全家人要得救 祢使用我们感谢祢 谢谢祢的欢迎 祢祢祢祢 祢祢祢祢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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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祢祢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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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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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让我们站起来 使了耶稣先爱我们 我们谢谢巴士比特 使了认定 接着恩典我们的罪得胜 神今天安慰我们的心 谢谢你 再一次 如果你大概会唱 闭上眼睛 耶稣感谢你 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深深爱你 今天是神你先爱我们 谢谢你安慰了我们 谢谢你给我们的平安 谢谢你恩待我们 我心里的安慰 大爱拯救 再一次宣告 耶稣我们爱你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深深地爱你 因为你先爱我 我罪意的舍免 我心里的安慰 大爱拯救了我 好不好闭上眼睛的时候呢 所以基督徒我们今天明白了神的恩典 在这疫情当中让我们可以安然度过 所以今天每一天我们来到宝座前 就是我们借此机会 特别在线上有一些 你不认定耶稣 或者你觉得耶稣好像你也很远 或者你听过他 在这疫情当中 你也正面临许多许多的困难的压力 今天耶稣的爱要领到你 祂的恩典要领到你 不是因为你是好人 不是因为你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人 每一个人我们都原本是罪人 所以今天我们还没结束之前 我们要鼓励在线上的朋友们 或者一天你曾经记住你是信主的 那是已经眼灵神了 你已经对神施弃信心 可能你觉得我很软弱 我做了很多不对的事 耶稣还会爱我吗 今天的恩典要领到你 阿们 好不好我们这时候闭上眼睛 当我讲一句呢 请弟兄姐妹也可以跟着讲一句 包括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 你需要耶稣来成为你生命的主 帮助你赐福你的 好不好也跟着我这样来祷告 我们一起说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为我的罪 钉死十字架 为我留宝血 你在十字架上 完成的救赎工作 赦免我的罪 让我不再罪的控告 今天晚上 你打开我鼠灵眼睛 去明白去看见 你恩典带给我的祝福 感谢你 每一天 我可以来知识这个恩典 我可以有能力 有信心 在眼前的一切问题 在眼前的一切问题 我不再惧怕 我不再忧力 因为你永远与我同在 你的恩使我可以安然度过一切 谢谢耶稣 听我祷告 访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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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口都要被神来使用 成为释放盼望的话语 神恩高你使用你赐福你 信取发光 在你的职场 在你的朋友当中 在家人当中 神仍然使用你 你要成为 世界的光而言 你的口成为神所使用的口 神必百般的赐福在你身上 所有经济的需要神供应 工作的需要神供应 主耶稣感谢你赐福基宣姐妹 赐福每个家庭 在今天晚上我们合得蒙福 谢谢你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 阿们